第二个的话判断说它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 那这个特别主要是用call去抓 也有抓第一个字是不是 那可是如果我要抓多个字的话 并且把它做加总起来 那很麻烦 你会发现外面还要包一个什么ifl 因为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判断式 如果这个判断式假如是大于47 小于58 这两个一定要同时为tru才是tru 对不对才是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用乘 为什么用乘呢 因为tru你可以在那个excel里面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1来看待 1 ok 那1乘以1相乘 相乘之后呢 两个都为1的时候 它才会是1表示有一个数字 可是如果其中有一个是0的话 可能它大于47 但是不是小于58 那它就不是一个数字了 那可是如果你要转换的话 因为你tru跟false要转换 那你可以用ifl去帮你转换 因为它本来是truefalse 你要转换成数字的话 你可以外面再包一个ifl 也就是说它帮你做什么事呢 如果你为tru 它就帮你转成1 帮你返还 如果不是就帮你转成0 那最后再包一个sum su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反正你有好几个 中间为什么加个大瓜 因为你要执行多次 那要执行几次 我不太确定 但是我看里面的字呢 大概最多就是大概8个字 9个字吧 那所以呢 我就大概去抓 这里面的字最长的 大概就9个字好了 因为如果你给它一个 它就会帮你抓一个 所以你少抓一个 可能它就少算一次 就这样 那这个地方 是那个excel里面 没办法 它一定要这样做 可是特别注意 我们把这段程式 假如说它算数字的话 那怎么去让它重复加总 特别注意这个 把这个执行给各位看 这个先删掉好了 怎么去执行它 假设这个部分 你看把它贴上 好了OK 那记得 如果你直接打勾 它不会帮你加总 它最后还是0 或者是1 因为它也会执行一次而已 那什么时候会执行多次 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执行多次 游标放里面 配合一个什么 组合键 Ctrl Shift 加Enter 有没有发现 外面会多一个大瓜 这个大瓜 特别是要千万不要自己用打的 因为自己用打的 它就是不会执行 可是问题来了 书上面 它就是外面就是一个大瓜 或者很多地方 就是答案给你一个大 你以为是自己打的 奇怪 为什么执行出来就是不对 因为关键就是 Ctrl Shift 加Enter 因为这个公式太冗长了 我担心有些同学应该会打错了 所以你如果实在没有把握 你可以先拿这个来try 有没有 数字个数这里 OK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把它做一遍 如果要一次把它做 对我想应该挑战性很高 这个其实我可以分阶段 你可以先抓第几个字 去判断call 再转换成1或0 再加总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只是说因为 这个要一次做完 要正确 那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然后把它向下 再来就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它自动帮我执行完 刚刚 如果你是用加大瓜 或者你打勾 它就不会 它就执行一次 那什么时候会执行多次 Ctrl Shift加Inter 那再来就是 非数字个数 那怎么算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那怎么知道是非数字 它的逻辑刚好颠倒 有没有 所以逻辑 刚刚是在那个 就是 这个 大于 47 小于 小于58 那如果颠倒的话 就这个方向 而且要等于 这个方向 等于 但是这个地方是 and and是两个都要为 true 才会是 true 可是这个呢 是偶尔 那偶尔是什么 只要有一个是 true 它就是true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又小于47 又大于58 这应该情况不可能 所以 如果其中有个微粗的时候 特别重要 它里面呢 这个里面本来是相乘的 用乘的 相乘 如果像偶尔的话 记得用加的